穿上新校服的Nabila 比谁都更期待开学日 Nabila是我们的港工户的女儿 我们认识她时候 已经一年多没有去学校了 然后来了补习的时候 校长就马上跟她说 你明天把你的课程全部拿过来 校长帮你出去 隔一个星期她就可以进回去中学了 志工口中的补习班 是在去年六月份成立 当初胜利免费补习班的初衷 是为了重燃慈激照顾护孩子们的求知欲 希望他们再次爱上学习 因为他们的家庭的背景 很多孩子都很自卑 大多学业方面 尤其是数学英文都离他们的班级 都离开的很多 所以这些孩子进来 我们这样一对一陪伴着他 最重要这些老师要有爱心 跟肯定这些孩子 那他自然而然 他就会有那个信心 他会出去学习 纳比拉非常珍惜 每个星期一次的补习班 如今认真学习的模样 和以前判若两人 在补习班毕业典礼上 害羞的纳比拉牵着志工的手 对补习老师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我爱你学习 我爱你学习 他教我非常好 你想要医学习吗 所以现在你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 谢谢 教育是翻转生命的关键 期待孩子们珍惜 并在求学路上步步踏实 大矮新闻 林美方李嘉宁马来西亚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